第二个又要画图 它说完成七年八班的体重次数分配表 要你画脂肪图 也要你画折线图 然后它说如果体重范围在40到45公斤 重的人是正常体重 那这一班正常体重的百分比为何 所以其实它不难就是要画这个图而已 合计多少人呢 稍微写一下 2加9加8 好 2加8 10嘛 那这里是5加2加14 21 30 30跟10 好 40个人 再来 30到35分两个人 好帮你画好了 再来呢 等我一下我要用偷懒的方式 不是要用有效率的方式 话不能乱讲 要用有效率的方式 那35到40是9个人 好所以9个人 这样拉上去 9个哦 所以到这边 再来 40到45是8个人 所以40到45这里 8位同学 再来 45到50 14个人 45到50 14个人 其实你就中间就画个斜线 就是这个地方你就这样画斜线就可以了 你不用真的涂满 除非你真的很爱涂 有些孩子其实真的非常爱涂 来 50到55是5 50到55是5 在这边 好 再来 55到60是两个人 55到60是两个人 好 但没有完哦 因为你还是要把每一个位置都写上人数 这样才会比较好一点 298 14 5 2 好 再来 那如果今天是折线图的话 那就先把点描出来 30到35是两个人 35到40是9个人 这边 再来 40到45是8个 下来一点 然后再来是14个 上去 再来 5个 这边 再来是两个 这里 好 然后一定要用词 这里要用 记得要用词 然后就把它连起来 记得头不连哦 那是累积才在连的 就这样连起来 好 一样好习惯 把每一个位置都写上人数 2 9 8 14 5 and 2 最后 它说 40到55公斤的是正常体重 所以40到55应该是这三段吧 对吧 40到55 所以8加14加5 这里加下多少 27 所以 这里有27个人 那40分之27 再乘上100% 好 所以 这里约掉 那4跟10 约掉会是2跟5 对吧 好 那再来呢 5乘27 是135 所以除以2 那就是67.5% 67.5% OK 搞定这一题